兵燕,你有觉得其实为什么你会去唱歌 其实你唱歌其实一点都不好听 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你自己也是一点人气都没有啊 我看你的视频好像每次都没有人留言 很简单要骂你都嫌浪费力气 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做网红 对啊,他不适合啊,跟你不适啊 因为讲真,你唱歌又没有很好听 然后你样子又酱 可是我是你们三个人当中最红的啊 你的影片又测试到很慢 而且你的影片我每次都是copy那些林碧勇啊 还零上金 他就每人在copy 人家,你知道吗 Cut 就这样搞 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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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兵燕 然后呢,在我旁边这个是JU 哇,很帅,没人穿到 没有,他讲过很帅 没有人气的SK 哈哈哈 这边订阅,马上马上 是,然后今天他也是越来越走行男路线的SK OK,今天我请到两个帅哥呢,来到我的节目呢 除了为了提高我这个频道的这个颜值 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 网络霸凌 对 然后呢,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为什么会互相伤害呢 就是因为 要示范 示范什么叫做 语言霸凌 因为网络霸凌 其实跟语言霸凌都是 都是霸凌 都是同一种 只是一种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对,一种是在现实生活中 所以呢,今天就先访问一下 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是网络霸凌 网络霸凌就是一个很虚拟的嘛 就像刚刚我们骂架,其实我们都很尴尬 因为就是我们面对面 但如果你不需要面对那个人的时候 你这样背后 你写东西可以很顺很快很爽 这就是网络霸凌 甚至是你可能以为你没有霸凌对方 但是可能那个语言就是已经是造成了一个伤害了 你觉得什么才叫做网络霸凌 如果我今天讲,你的影片出很慢 你觉得是网络霸凌吗 这个其实还好 因为这个还没有到人身攻击 可能因为看不到脸嘛 也看不到对方 所以可能表达方式要比较用力一点 才会觉得对方才接收到那个讯息 所以就是大家好像就是 在网络世界里面就特别的大胆 然后因为网络平台这个出现 让大家肆无忌惮的去骂人 你觉得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现象啊 我们闲聊的时候你有讲 我们就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种正义感 好像有一种这种使命 去表达其他人不满的东西 他们认为在做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像羊群效应 就是你不觉得吗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video 如果下面很多人骂他 我们会有一个冲动想要跟着骂的 我们就会觉得 反正那里都有几十千个人在骂了 随便举个例子啊 像那个可能硬汉兄弟啊 或者是安心事件 大家就一窝蜂的一直在留言 哇他们不要脸啊 炒作啊 或者是这个臭女人臭表情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反正很多人骂了 不差我一个 我就一起 一起顺着这个风 羊群效应 但是我反而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看到这样多的header comment 我是 会同情他吧 对 我比较多是同情 就是我比较多 就是站在另外一方的角度 去 但是我又会觉得 就算我帮你讲话啦 我帮你回复 就是 讲回那些header 可是也改变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太多人 可是怎样的程度才叫网络霸凌呢 因为平常我们的video都 一定会有人 dislike 然后呢 我几乎每次唱歌都会有人讲唱歌难听 但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还不算网络霸凌啦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评语啦 批评啦 然后你们怎么接定网络霸凌呢 其实很看个人啦 这个东西 甚至是有些 玻璃心的话 就是把网络霸凌 对的 就是也是要看 那个人接受的那个人 到底是想去看个东西 如果他真的是骂到你的祖宗 骂到你的家人 或者是用一些狗啊 猫啊 鸡来去讲你的话 我觉得 会比较过分了啦 但是 我反而对这些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已经久了吧 不是 因为如果他骂我家人的话 我家人也还是活得好好的嘛 也 也没有关系的嘛 所以你觉得我们网络创作者或者是我们公众人物就活该被骂吗 活该被骂不至于但是你要准备被骂 因为你做一个影片出来可能如果你是讲我放在家里就给我家人看 可能你做到不好你家人也可能不会讲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讲我们做影片出来就是给全世界人看 难免都是会有可能10% 20% 如果真的帅的话 50%的人会讲你的东西不好 然后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这50%的东西 所以你接受网络对你网络霸凌啊 都接受的 我甚至是有一次的时候我就是有回复这个人的讯息 因为我平时就网络霸凌他们会send很奇怪的东西或是骂你 我都会很婉转的去讲 怎样婉转霸 就我都会很客气 给我想一下 好久很久没被霸凌了 我常常被霸凌 讲回家又啦 就是 活该问什么问题 就是你觉得我们就是活该被骂吗 当然不活该啊 对 你接受到他们对你网络霸凌 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 你不太能接受啦 可是我们是公众人物耶 谁 就是这样要看那个程度到哪里 看那个程度到哪里 所以站在你的角度你可以接受人家批评你 但是还不能接受网络霸凌 但是你的话就比他open一点 你觉得就算他霸凌你也没有关系 他是人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甚至是那时候就是讲 他霸凌 他就是每次留言都会留言一些很臭的话 甚至是骂粗话 我就会去留言他 然后甚至他到最后的时候就讲 哎 你竟然会回复 这样之后呢 不管你拍什么影片我都会追随你 所以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网络霸凌的 他纯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目 引起注目可能也是 可能也是宣泄他自己的情绪 因为真的会很多就是讲 他骂你过后 是不是当你在外面见到你的粉丝 他就 啊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其实他在网络的时候 他就是讲你的人 当时候就是有很多人 不是骂口弟吗 对 然后后来出来YouTube的聚会的时候 然后大家全部很和善的感觉 就做事做事 就变得很亲切 然后就讲 哎 又和解了 又拥抱啊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其实上次不是 Cody的事件一爆发过后 大家都在推定嘛 哦 我记得好像有推定 整整万人以上就是 都讲不要去支持他之类的 哪里指哦 应该不止 他退的人绝对是我们三个人 加钱都不够的 哈哈哈 就是他退的太多 是是是 而且他退了过他还是 还是那个 top of the Malaysia 的YouTuber 对啊 现在也是上回去啊 现在也还是top啊 所以 其实他自己也是有封闭了一下子 就有 需要啦 一定需要一个封闭时期 我就觉得可能这种是一死的情绪 嗯 很多东西 可能搞不好他会上回来 也是很多的推定 有回定 有回定啊 我觉得很多都回定 因为真的都是一死的情绪 因为真的都是一死的情绪 对对 其实你认真想想一下 那件事超小的 真的 真纯就是一个吐槽事件 真的 引发一个推定通财 我觉得很好笑啦 但因为也是有带出那个 狗犯事件啦 也是有带出更多的东西 可是有一点我必须 呃 佩服Cody啦 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放弃了 他的人气现在回到 还是 还是最高的啦 就是批评他的人 到现在也还没有超过他 就是那几个一起批评他的人 到现在也还没有超越他的程度 是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 反而还够 你很敢讲欸 这个我不敢讲 将你看掉 我就 我就将你弄掉 这又太敢讲了 我不敢播 因为我觉得 互相攻击 互相透过视频 互相对骂 这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觉得可能 粉丝也很难 很难 很难做人啦 粉丝可能同时 订阅你 也订阅他 然后你们两个对骂 然后可能搞不好 两败俱伤 他两个一起推定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不鼓励大家 就是做这个这种 就是网络上叫小被骂 然后虽然我们 是公众人士 但可是 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 不要 不要网络霸凌 这个东西 因为 你不知道那个网络霸凌的严重性 可以去到哪里 对 他最坏的程度 可能那个人去自杀 都会有 又或者是他 关闭他的channel 又或者是他一蹶不振 所以 大家如果真的觉得 我们的这个内容 做得不好 就留言就好了 你就讲 我觉得这集的视频 很无聊 这样其实 那今天呢 会邀请他们两个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讨论这个网络霸凌 就是为了响应 这个Bardy Not Bully的活动 他们呢 即将会举办 一系列的活动 他们会去校园 去巡回演讲 就是讲 关于网络霸凌的 种类啊 还有就是他们有 举办一个视频比赛 然后呢 就是 以反对霸凌的 这个题材 来拍视频 这样 所以呢 有兴趣去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呢 大家可以留意 我这个影片的下方 会提供这个 Bardy Not Bully的 这个Facebook专业 然后呢 同时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这个影片 也喜欢 我今天的这两个 帅哥嘉宾的话呢 就记得 分享以及订阅 你的channel是 SKTV JU JAYYEW 好 我的频道是 兵燕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们下个影片 感谢观看